香港在不同歷史时期 它都发挥了很特别的作用 鸦片战人的前哨战 两次发生在香港 发生在香港的战斗 中国军队是取得了胜利 现在革命时期 隋冬山在南方发动十次武装起义 有六次是以香港为基地来策划 到了抗战时期 有一段时期 中国沿海的港口都被封锁了 就是用香港来进口军事物质 香港一度就是南方的革命基地 改革开放时间 不是当时一直到现在 外来投资 香港始终是占第一位的 曾经被外国占领 中间大多数的居民又是中国人 所以这造成中西文化交流 它也是一个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个 内地很多文人到香港来 对香港的文化发展 有影响 香港文化对它这种通俗文化 对内地也有影响 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些东西 在香港还是延续下来了 比如说春秋二季 拜祭祖先 太平清交 祈求地方平安 天后庙的崇拜 也是联系一个民族 一个家族 一个纽带 讲好深港故事 做一个砖哪儿可以保留 切入点 要是变成深港两地的故事可能就好 把它范围搞大一点 要利用比较好的契机 请开启会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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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启会订阅